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新的品牌镇华930对然后我就赶紧去找一找这个品牌看看哪一支那个CP值比较高的然后搞过来了盒子上面我们先看一看哎对的正常败笔没有什么特色那也意味着这是一个那个老库存笔啊老库存笔的话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的比键通账会比现场的好一点呃但但这个没有一只随便说啊就我我认为会好一点的就因为老期的话那种产品都会投入更多能力我觉得会 好一点然后打开的时候这个黑色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就前后都没有一个包装什么的这边都都没有啊然后这样拔啊来看呃这边也没有那个你看这边也没有啊然后反正放起来哎这个第一次觉得 这个颜值挺高的真的挺好看的其实而且你看其实叫他这种包装我觉得啊还起码真的有花心思啊不像现在那种现场的很多就塑料壳再加个什么珍珠棉什么那种啊然后拿起来第一根比这个感觉啊非常的有点巨手啊然后这个老库存的时候变老了就会模糊一点不像现在这么亮 但这样但这种应该是晒露露了晒露露的吧应该是属于但很漂亮其实这么一拿你们现在在镜头上面看应该觉得很漂亮呃好那个先看一下一个尺寸吧我们就不说那么多呃对嗯 14然后是呃呃呃中规中矩13.3的一根比不算特别短不呃呃呃不也不算也肯定不是长了呃比的话呃有点粗拿起来没什么温度感很扎实不会觉得很重 就是这种笔然后拿起来哎对当时也是看到这个笔尖然后就因为他cp值和那个笔尖我就觉得应该入手 然后里面内侧是这样子的应该是里面一层白的然后外面再镀一个这样子一个呃绿色的那个塑料对吧 不会树枝是吧然后拿起来的时候这些应该都是正常那个镀的吧然后有点小色差啊早期的工艺不成熟而造成的 但是我到现在我不太欣赏这种就是说反r这样弯出来的一个曲面啊像这样弯起来我真的不太接受 但整根笔其实还是很有特色挺好看的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没什么人推这个笔尖我认为应该是书写的效果肯定也是非常的好我认为的啊 然后拿起来这个啊反正这个吸摩器说实话不不是特别爱啊比较重对反正就是重量感它的平衡感早期的比一个有个什么好处 所以就说它比的整个平衡感做非常的好我我通了你看在我捏的时候很扎实 然后这边也刚刚好能放那这边感觉很轻那这边很重那这个有点滑长些握的时候肯定是说没那么好抓啊 当然所看的人多才会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觉得同那它肯定相对来讲是一个强度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两块颜色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设计的时候肯定能整个金色肯定是整个金色嘛对吧那这些点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点了就上面这些拿起来的话反而平衡感非常好 运的比肯定很舒服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比的平衡感做的不好就很多时候很多产品不管是比刀什么的更多它平衡感就是在于平衡感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工业生产原因 因为很多东西它大量生产了那很多东西都是拿现成的而导致说你要一个东西做的平衡感非常好它毕竟要投入的资源还是很多了所以就放弃了这块 然后毕竟利润嘛你们都懂的那说那么久先赶紧啊还是要试一下墨啊上墨上墨上墨啊啊然后嗯然后那个卖家跟我说这支笔 反正就是别人是买收藏的而这样子反正呃我是没有收藏爱好了 然后就我还是一样会捐出去啊还是一样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对看看有哪一个人喜欢这样子然后就对 呃反正对几乎这样子不然这么多别用不完还不说看怎么样是吧 好那个一样就整根笔反正就我先试写一下有点小紧张啊 好的两个书写完以后然后首先对比一下两只笔的一个声音首先是这样子 他是偏瓜子的其实你们试的时候而他这个尖当他这个尖很细真的真的挺细 你看到就首先这个是正常的ef间的算是一个正常出的为什么 然后我轻轻的重的你看反过还是很好整个笔尖反过非常结实 然后拿起来的时候发花会也是很稳定 然后出风来讲你觉得你看还是可以的非常好出风只要你想的话 对吧你看就控制性有粗有细段末一样不会有问题的 但而且很细很细这根笔真的跟平常你平常看 其实我用无印的笔大部分跟他粗细差不多 那老笔的话你看这个笔尖做的相对就很给力 那笔尖上面来讲呃长期书写不累平衡感做的非常好 就是这里有点滑如果增加点摩擦的话能增加摩擦力的一个东西一些 呃纹理或者一些材质或者别的材质会很好 笔上面颜颜值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 因为早期有早期的一个美然后现代有现代的美对吧 好那一个对大概就这样子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呃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上面留言 然后那个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对的 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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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